丰田汽车公司社长丰田张南3月1号晚在北京召开说明会 就丰田汽车在全球范围实施的大规模召回 给中国消费者带来的担心和影响三次表示道歉 日本丰田公司今年1月起宣布 由于部分车型的油门踏板、脚垫、刹车系统缺陷等原因 将在全球不同地区分别召回卡罗拉、汉兰达、雷克萨斯、RAV4等车型 召回数量将超过800万辆 这一数据超过了丰田集团2009年度781.3万辆的全球销量 对此丰田张南在记者会上就脚垫、油门踏板和制动系统等三方面问题进行了说明 并提出了三条具体的质量管理改进措施 包括成立由社长本人直接管署的全球质量特别委员会 加强实地技术调查体制以及加强人才培养 在全球范围内成立顾客第一培训中心的培训机构 丰田张南表示上述三条措施都将在中国市场实施 在谈及丰田此次大规模安全问题的原因时 丰田张南承认丰田近几年发展速度过快 已经超过了人才培养、人才成长的速度 导致了如此大规模质量问题 丰田张南还表示丰田公司在中国市场销售80万辆汽车的目标 没有因此次事件而改变 公司会为这一目标继续努力 丰田张南此前于2月24号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第二次听证会 于3月1号从美国直飞到北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